十九主动探索 主动发现 对自己的经历像公司档案那样记录 并定期复盘反思总结 你的人生会进步飞快 二十能长久走下去的人 一定是志同道合的良师义友 除此之外的朋友 只是不同人生阶段的同路人而已 好聚好散 二十一凡是听不得残酷真相的人 一般都活在婴儿阶段 人的成熟 一半是对美好事物的追求 一半是对残酷真相的接纳 二十二人先要自保 才有更多力量做其他事 人先对自己负责 对家人负责 才可能做其他事 而不是做一个热心肠的人 二十三要么努力到出类拔萃 要么就懒得乐之天命 最怕你见识打开了 可努力又跟不上 骨子里清高至极 性格上又软弱无比 二十四 如果你和自己没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话 请整理一下你那脏乱的屋子 远离那些不思进取的小群体 忘掉得不到的旧人 请你好好爱自己 二十五当你所处的群体 普遍在智力 道德 经验 思考等等任何一个方面 都没办法赋予你一个榜样和目标的时候 核决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 二十六真正阻碍我们学习的 不是那些我们未知的知识 而是那些我们已知的东西 因为这些已知的东西 会构成我们的思维定势 而思维定势会让我们排斥新的东西 二十七你并不需要做第一 也不需要做第二 你甚至不需要跟他们竞争 只需要超过绝大部分又懒又笨的人 你就可以过上相对较好的生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迭代改进 二十八无论是你原地生殖 还是跳槽高就都需要成绩和作品的支撑 饱饭碗是小家子气 不会成事的 只能是越会越差 不要怕被利用 不要怕被摘套子 在提升核心能力的前提下 大胆去冲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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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